Leyo聊四季 天天東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yo 今天要來看看每位旋轉盃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Viper、塔塔跟塔塔 還有Valance Max 還有這位綠色玩家我不太熟 但他應該也是頂尖玩家 好 那我們先稍微介紹一下藍方 這個韓國人的文明 韓國人在團戰來說 最大的特色是挖石頭速度很快 而且防護箭塔的升級都是免費的 還有這個大型箭塔也是 而且都不用研發 立刻升時代直接給的 所以韓朝鮮這個文明在團戰來說 算是一種防守性的文明 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 他這個防護箭塔 還有這個馬戰車 都可以作為一個強勢進攻單位跟建築物 那在團戰來說 也算是一個蠻好用的一個戰略性文明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綠色的 綠色的選擇是土耳其人 那土耳其人在團戰來的表現來說 他最大的特色應該是黃金量 獲取量很多 再來就是他的火槍兵 在前期的宰之力也是蠻足夠的 但是到了後期 這個土耳其的人 土耳其人的這個打法 比較偏向於馬攻策略 還有這個火炮術 那火炮術是後期土耳其人 對手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火炮術射程非常的遙遠 所以炸了後期 這個火炮術有點算是破心命 這種宰之力的感覺 這個真的是需要注意一點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 青色 稍微講一下青色這位玩家 這位 這是青色吧 應該算是 呵呵 那法蘭克人的話 最大特色是他吃果子速度很快 再來就是他騎兵呢 有這個20%血量加成 192遊俠在團戰的表現 也不會太差也不會太強 就算是一個中規中規的存在 順利來說不會說太誇張 這邊是怎樣 一起吃肉 哇 他們有溝通耶 你看這裡有三種不同顏色的人 一起在吃這個野豬喔 好 後面這邊對有 欸 等一下 Lemax幫 欸 Dout 欸 這是內鬼嗎 怎麼Dout在幫對手趕路 還把路射過去 哈哈哈哈 這這這有內鬼啊 Miper要不要終止交易 你的隊友在幫對手 趕路啊 雖然這個模仿是Dout的 當然這個是Lemax的 那稍微介紹一下Lemax這位玩家 這位玩家可能現在 也不是說現在 就是可能近代的這個玩家們 不太瞭解這位選手 這位選手以前是在大概四五年前嘛 成為團戰之鬼 他的團戰發揮都非常強大的 那他單挑的場次打的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大部分的比賽 都可以看到他在團戰中有出現 但單挑上來說會比較少一點點 那Lemax也算是以前BOO時代 比較常出場的一位選手 但是這一兩年來 感覺比較少一點點 沒有像以前那麼頻繁出場的感覺 也是因為可能勢力國 越來越多這種新選手出場 然後後面的選手也開始練上去 所以他出場率可能就變低雷一點吧 這個我不太確定了 這是我自己的個人觀察點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邊 Lemax是比較慢蓋完城鎮中心的 城鎮中心只有十個人左右 這個非常慘 看他急殺速了 應該沒有人前期就開始打架了吧 欸 有人死了兩村 哎呀 Viper怎麼突然塗到兩村啊 哇 Viper這邊開局殺了Lemax兩村啊 難怪村民落後這麼多 想說為什麼他是晚下TC的關係嗎 看來不是啊 看來 Viper在我們前期搞了一些事情 我們沒有看到 好 那前期的介紹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Viper這邊也是喔 選擇了這個反客人 那 蒙古人 蒙古人的話 在團戰來說也是很強大的一個問題 尤其是這個蒙古圖技 但是他在中期的表現發揮 算是比較平庸一點的 並不會有什麼太出色的這個表現 除非這個打草雲騎兵就另當別論了 那草雲騎兵在團戰來說也算是 蠻好用的一個單位 但是很害怕團戰裡的工兵 所以要發揮得好的話 其實蠻取決於這個每個人的表現 並不是這麼好發揮出來的 但是如果一旦用得好的話 那個蒙古的草雲騎兵 在團戰也算是蠻亮眼的一個存在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選擇打法 要稍微解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的資源分布 左上角這塊區域呢 這個冰寺的左上角這塊區域 我們這個突然很像冰寺 左上角都是這個大量肉 可以選擇吃 有什麼豬肉啊 鹿啊 犀牛啊 那他們這邊的策略 是決定讓大家都要從這邊 先開通道路出來到右邊 因為右邊這邊是有少量的黃金跟石頭 這個資源分布算是蠻規劃好的 那上面這邊也是可以開通到另外一個地區 但這個地區的話 資源分布就沒有這麼的群聚了 反正是比較閃落一點點的 欸 這邊是怎樣 TC爆失敗 欸 我們倒回去看一下 這個一定要看一下 哇 LMAX這邊直接TC爆 看一下這邊 臭民宿18村 好 滴掉了城鎮中心之後 馬上 蓋一下城鎮中心 結果被塔套收村 然後直接用城鎮中心射爆LMAX的 城鎮中心 然後最尷尬的是 他這邊也沒有資源 可以再補下第二個城鎮中心 哈哈哈哈 哇 LMAX尷尬了 塔套這個反應 真的是鬼啊 哇 這個一定要再看一次 這個慢放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有這個太一瞬間了 有些觀眾可能會看不太懂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直接射掉 再來倒槌一次 嗯 嗯 好城鎮中心 一滴血的狀況下 15滴血 敲敲地一下 第一瞬間 城鎮中心收撐 射掉了 The Max的城鎮中心 哇 這個太不舒服了 好 稍微加速一下 哇 那The Max這樣子 失去城鎮中心之後該怎麼打呢 這個就有點麻煩了 因為他這樣子就注定了 The Max這邊會少了一個隊友 因為即使他這邊再升到 這個 風箭時代 有第一個城鎮中心的支援 他這邊還是要盡可能去蓋下去 The Max這邊失誤了 哇 他這邊應該要趕快補個房子才對 他有蓋燒戰 但是卻沒補房子 就被對手硬蓋了下來 哇 尷尬尷尬 塔套這邊要再去反擊的話 會稍微顯得有點 有點硬啊 這個要打起來有點難打贏 然後他這邊蓋起來速度太快了 這邊手村 發箭矢去射一下 但是城鎮中心還是要蓋好囉 哇 本人還在笑說The Max這邊TC 城鎮中心爆 失敗了 結果 直接反擊回去 塔套這邊損失了一村 兩村應該會嗎 不會 極限走掉 OK 那塔套這邊就有點尷尬 蒙古可能會有點難打 好 但是塔套沒有跟對手對塔 而是直接選擇了 開始挖資源 然後採集資源 讓對方設置以城鎮中心的打法 那這個打法的優點 就是不會拖到那麼多經濟 但是在一些特殊情況下 他這個打法會有一定的風險 就是說不跟對方對塔 不是對塔 對城鎮中心對射 然後造成自己很容易會一直花大量資源 去修城鎮中心 然後一直要有村民 一直去修理 那對射也有一個好的結果 是你跟他對手 對方也是跟他一換一嘛 那如果你是要耗自己的村民 去修理的話 那就代表說你的經濟不會上這麼快 但是你們要把土土塔 LEMAX也不需要去修村民 就變成說 你們要把換到一換一 但是以剛剛這個情況下來說 塔套他這邊已經 射掉了對方一個城鎮中心 即使他拿村民去修城鎮中心 甚至不修 再去這個城鎮中心被弄爆之後 再蓋下新斗 他還是賺的 所以以現在LEMAX的視角來說 他這邊一定要再蓋一次城鎮中心 一定要搞到一個人 那他這邊搞到一個人之後 其實兩邊來說就不會說到太虧了 雖然LEMAX這邊已經注定是虧的地步了 好 那塔套這邊還是稍微秀一下 那這邊秀一下的一個好處 就是村民可以繼續按 那繼續按下去之後 可以再考慮撐到城鎮中心 之後再放棄掉這個城鎮中心 然後再蓋下城鎮中心 通常都是一個一系列的打法 好你看這邊拉了非常多村民 除了這邊秀村民 這邊還要耗費資源 去消耗自己的資源 你看這個木頭消耗速度極快 所以才會有那種 不去修理 然後蓋下第二個城鎮中心的做法 但是這個打法是需要石頭的 所以現在塔套這邊是沒有其他資源的關係 沒有辦法像我說的那個方法 直接再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出來 你看這邊先挖石頭 好那再會蒙古資源 應該是不太可能可以上到城鎮時代 待會可能還是要先去開稿一下 好這邊有兩隻刺 現在塔套這邊是放棄升城鎮時代 那這邊可能要靠Viper 去蓋城鎮 然後插LMAX的城鎮中心 好這邊直接放棄不修理了 這個就是說的不修理放棄 然後重新立起爐灶 然後蓋新的城鎮中心的一個打法 那這樣的打法會有一個小小缺點 就是你的村民 這個停滯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我覺得這個TC爆的這個 優劣勢 其實有點一眼難盡 很難用五分鐘講完 所以這個有機會我們找到TC爆的影片 我們再來跟大家詳解 這個要真的詳解這個事情 真的是太複雜了 這個不是很簡單就可以講我們的事情 好那我們看到這邊 塔套已經把自己的城鎮中心給放棄掉之後 木頭是缺的喔 他蓋了這個馬舊之後 造成自己的還有這個射箭槽 木頭完全不夠 城鎮中心沒有辦法繼續按這個村民出來 那既然自己被搞爆了 所以自己要打算繼續進攻 綠色這邊 綠色這邊也是很激進喔 趕快蓋一下自己的瞭望塔 那這個為什麼就會變成團戰之鬼 原因就是這樣子喔 LMAX總是會在一些 看起來已經失敗的開稿團戰裡 卻又 反殺嗎 還是又做出一番大事 明明他看起來像個死人 但他好像也沒死 這個就是LMAX 團戰最麻煩的地方 他很容易就是 會一直復活 然後繼續搞敵人這樣子 好 那兔爾西這邊城堡直接開插起來 那這邊可能會先纏火槍兵喔 那兔爾西火槍兵喔 比一般火槍兵的命中率再更準一點喔 而且血量更多一些些 所以兔爾西火槍兵喔 是在城堡時代初期喔 很強勢的一個單位喔 通常都是要用生旅喔 或是大量戰矛啊 奴兵喔 去做個換喔 才可以換得贏 好 那來看到這邊馬戰車 馬戰車也是很煩 馬戰車的這個單位 其實跟兔爾西火槍兵有點類似喔 但兔爾西火槍兵最近有點nerf喔 他本來是8射程喔 變成7射程喔 但是射程還是優於馬戰車的 所以現在現階段來說 用這個火槍兵 稍微反制馬戰車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只要操控得當喔 數量一夠多 還是可以一直集火甩槍喔 射掉這些馬戰車 但是這個算是進階領域的東西喔 我們這也不展開細講 世紀帝國有太多這種細節東西能講喔 但是這種 一講細節的東西就會顯得很枯燥 但有時候我還是想要講一下喔 因為這個東西 讓一些玩家們喔 如果想要再繼續深入這款遊戲的話 可以稍微意識到 欸 這遊戲並不是這麼的單調喔 有很多東西可以去注意的喔 好 道特這邊三隻村民 啊不是三隻 三個馬戰車被六隻村民壓著追 好 那這邊看一下六隻火槍兵喔 看開始射起來有傷害了喔 這就是火槍兵 為什麼可以壓制馬戰車的關係喔 因為有些新玩家會覺得說 欸 以體質看起來 馬戰車150滴血 怎麼看火槍兵都是被屌打的那個喔 但是你們看 馬戰車就是有這個問題 火槍兵以前八射程更猛 現在七射程還是可以這樣稍微壓制喔 因為火槍兵很容易會有這種異傷的問題喔 因為單發傷害太高了 17攻 所以射到這個馬戰車的血量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用一發急火的防守 去換掉對方的馬戰車 那對方馬戰車你只要稍微移動一下喔 他還會有打不到你的問題喔 直接被壓制回去 這個就是新手常常出現的誤虛喔 認為體質跟這個傷害喔 四成正比的喔 其實並不是喔 遇到對方這種體質很差的單位 還有這個攻擊力極高的狀況下 人家只要稍微一個操作 也還是很容易被對方壓制打的 好 直接被壓制打 變成這樣子喔 跟我想的差不多了 好 塔套這邊是決定喔 要在左邊開下的 自己的新的承認中心 那他這個旋子喔 就很不錯 左邊這邊還有大量的鹿肉 犀牛可以吃喔 這個野生動物的支援 讓塔套復國之路 加速非常快的一個進程喔 但是我覺得 Viper他們這一團隊 有個小小的問題喔 塔套沒有繼續挖石頭 然後去幫助 Viper去蓋城堡 壓住了MAX的城鎮中心喔 這個算是法蘭克人 在團戰中的一個角色扮演喔 就是他在這邊喔 可以盡情喔 去蓋城堡 因為法蘭克的城堡 反正就很便宜嘛 所以我稍微進攻一下喔 自己再挖一點資源 第一時間蓋住城堡 直接壓爆他的城鎮中心喔 讓MAX再繼續難以復國 甚至不用去壓MAX 直接給資源喔 給隊友也可以喔 但我覺得給突爾其實 可能是有點困難 因為對方 朝鮮這邊已經蓋下城堡了 這邊要再開稿 真的是屬實困難 好 Viper這邊投資車過來 還有清騎兵 看到了下方這邊挖石頭的村民 火槍兵已經載隻回去了 這邊開始射一下 這邊村民應該是逃不掉了 全倒 真的是全倒耶 好慘好慘 這個打到自己了 我們就知道 沒有辦法 這個有時候會控不了 是正常 結果MAX直接再來一次 城鎮中心爆 爆城鎮中心 然後用村民收村進去 十個村民在裡面開始射 那以現在Viper上城堡時代 這個時間點 要反制回去其實是很簡單 只要蓋下一個 工程器製造所 再更過分一點 蓋一個城堡反制就可以了 Viper猶豫在前壓的關係 現在操作力來說 可能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而且這邊 突爾西火槍兵也是出來了 開始在追著Viper的村民打 火槍兵一直從這個洞過來 這個不知道是 應該是 LMAX故意挖穿的吧 應該不是 塔套忘記要讀這個口 好 那 塔套已經被火槍兵 追著打 村民數已經下降到非常多 只剩下32吋的村民了 好 那Viper第一時間沒有選擇反制 那我覺得 Viper這邊的狀況 逃死車來說 會有個缺點 會被這個 土耳其的火槍兵給射掉的問題 所以這邊最好的解法 就是蓋一棟城堡 這邊可能要把這個 防止滴掉 然後把城堡 蓋這個位置 既可以守護農田 也可以阻止火槍兵 在正面的騷擾 那我覺得Viper現在重點 是趕快挖穿這邊 趕快出去發展 然後用城市中心 為基點做防守 好 火槍兵這邊也是 直接搞爆了朝鮮 朝鮮這邊馬戰車也是有點難受 但是 頭車沒有空好 直接送掉 好 那 RMAX這邊很聰明 既然自己已經爆掉了 開始在搞這些建築物 說算拆不掉 也要把他圍起來 那圍起來的好處就是 對方 即使在裡面生產 單位 也沒辦法放出來 他就只能卡在裡面 永遠出不來 好 這邊直接補下了 第二個城鎮中心 這邊再低調 然後再繼續進攻 所以就是RMAX 為什麼會稱為 以前的團戰之鬼 其實不要說以前 現在看起來也是團戰之鬼 哇 RMAX這個城鎮中心 連環攻擊 這個攻勢非常狠 封建時代打城堡時代 還是可以這麼狠 但是要特別注意 這件事情是要建議 在隊友有土耳其火槍兵 這種 單位非常強大的情況 例如什麼 西班王征服者 或馬戰車之類的單位 才可以這樣打 那他們可能前期就已經講好 誰要跟誰 打這個策略 好 VIP現在被壓在家裡打 所以現在 這邊沒有控得很好 單位有點送光了 那目前看起來塔套已經順利到了城堡時代 開始順利復國 3TC開項 VIP這邊在爭取時間 但石頭上來說是沒有在挖的關係 所以這邊要蓋城堡有點困難 現在三家都沒有在正常挖石頭的關係 好 但是朝鮮這邊的城堡可能要被督根了 因為 土耳其這邊已經蓋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按了舞台沖車 直接要來督光了 好 那這個就是塔套 這邊 打得非常好的一個打法 後面火槍兵壓制 然後前線火槍兵再繼續出 然後繼續把 現在韓國這邊讀掉 他們這樣勝率就會比較高一點 但現在綠四 土耳其已經算是 過得非常好 他用一個城堡中心蓋完之後 開下第二個城堡中心 第三個開在左邊 資源發展也算是 過得非常舒服 而且火槍兵也是持續在騷擾VIP VIP這邊已經被逼到角落了 非常的殘 而且這邊已經要被迫 拉村民去跟對方對射 這是對於 你被 TC爆的時候 不太好的一個應對方式 其實是不太建議 用這個村民 去跟對方對射 這個是真的 你被對方 逼到 極限的時候 你才能這樣打 像這個火槍兵已經壓在你家裡了 你不收個 城堂中心的話 很有可能 這個火槍兵就一直往裡面射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收進去 可以對射對方的城堂中心 對方也需要花資源來修理 那現在VIP的目標 就是要趕快挖穿這些墓序 趕快出去 才有可能活下來 好 但是 綠色不給活路 他已經先行挖穿了 從後面出來 那兩村想要堵掉VIP的去路 哇 這邊真的是 往VIP的死裡打 後面又蓋了一個 工程器製造所 衝車椅準備要出來 哇 VIP這邊相當絕望 真的只能寄託於 DOT了 還有塔套這兩家了 VIP可能會直接滅國嗎 補台衝車直接強勢 開拆 但是這裡有拉一些村民來拆衝車 應該是有機會擋得下來的 這裡要不要看火箱面上去硬點 好 硬點一下生旅 但是城堡山在打火箱面太痛了 哇 衝車頂不掉 可惜了 好 VIP這邊 最後的逃命路線也被封鎖掉了 這就是正規比賽喔 相當殘忍 看到村民是不是完全都在這裡喔 哇 完蛋了 VIP的村民真的都在這裡 這裡要怎麼突尾呢 這裡要靠塔套突尾嗎 但是有一村 偷偷溜到了左邊 唉 還有希望啊 看來還不是非常絕望的地步 好 那接下來剩餘的村民可能要直接走 或是要做翻一些大事喔 但是他這邊還是要盡可能拖住對手 先不要這麼快就走掉 好 OK OK 撐到最後一刻了 閃了閃了閃了 直接走 直接走 走之前喔 再用村民去跟對方對打 這邊直接圍死 右邊還有個洞 這邊有自己的建築物 趕快滴掉 趕快走掉 趕快走掉 啊 對對對對 這就還能接受 雖然VIPER還是臨走之前喔 被射到了城市中心的一些傷害 但至少這邊拖了至少十分鐘有 所以還可以接受 那塔套這邊是直接5TC開農 哇 那這個好像是對塔套來說是一個好消息喔 有這麼多的時間喔 可以自己農起來 待會蒙古突擊一出來 火槍兵也是可以稍微反擊回去的 但目前看起來有可能會走一些 如果現在現階段要開始反擊回去的話 蒙古最好的決定喔 可能會是走這個草原騎兵路線 攻擊速度快 成本招架低喔 但是需要大量肉 所以要看一下蒙古這邊會不會大灑農田 如果大灑農田的話 走這個草原騎兵路線 會可能大一點點 這邊大一下了一個城堡 結果這邊是只要轉戰毛兵嗎 轉戰毛兵打突爾西火箱兵 算是一個垃圾兵支援交換 這樣看起來的話還算是 不差的選擇 但這有個問題 如果你打戰毛兵 然後後面突爾西大落馬過來 你就只能完全打防守勢 但確實來說 塔套特殿他們確實要打防守勢沒有錯 因為他們現在BIPER已經少了一家 LMAX這邊TC爆也是相當成功 這邊農田BIPER還忘記低調 農田直接都變成了 LMAX的農田了 尷尬了 哇這個有點小小失誤啊BIPER 可能在逃跑路途中喔 顧不了這些啦 欸結果BIPER的村民只剩下五村而已欸 哇只有少量的村民逃跑了嗎 太難受了BIPER 好看一下左邊這裡 好挑戰有繼續插 好到特爾這邊已經升到帝王斯黛 但是綠色也帝王了 好這邊帝王斯黛一上之後 突爾西人蓋下了三個工程器製造所 準備要來突擊塔套下方的三個城鎮中心了 那沒意外的話應該是會出衝車 三衝車開頂 哇結果打的是馬攻阿 蒙古馬攻 不是蒙古突擊的那種 一般馬攻 但這個優點就是可以快速成型 然後有這個攻速優勢 可以試著去跟對方的 突爾西火槍兵做一個互換 好 現階段這個打法 可能沒法第一時間去壓制住 但至少可以產出這麼多馬攻 稍微可以反擊一下 好 朝鮮這邊後面也再繼續開稿 到處插箭塔 好到特爾這邊被壓制住的關係 所以現在有點難受 因為還沒有升到這個帝王時代 我說了LMAX 不是LMAX 這個什麼 朝鮮 好到特爾這邊地龍師 但也要怎麼打呢 最近投資金先一台出來開拆 要先往前開拆壓制嗎 好大羅馬看一下 好火香兵直接走到了到特爾的城鎮中心裡 然後吃到了一些箭矢傷害 哇這邊過來可能會有點小小的危險 就來看一下蒙古的馬攻 能不能好好的反擊回去了 OK 這邊馬攻確實擋掉了一些土耳其火香兵 好看一下左邊這邊 哇這邊打的是推砲啊 這就是土耳其的火炮術 最難纏的地方啊 還沒有點下火炮術喔 待會點下會更難纏 OK 土耳其火香兵加上推砲 這三個城鎮中心看起來是不妙 然後這邊的經濟又早次受到了衝擊 好但馬可這邊也沒有放棄喔 拿了一些村民道的後方挖黃金 待會可能還是會補下一些城鎮中心喔 慢慢開農上去 這邊團戰喔是不能放棄的 好這裡火炮稍微反擊回去 那我發現一個現象喔 就是 就是GL戰隊的團戰來說 相對來說跟比其他隊伍喔 稍微弱了一點點喔 不知道是我的錯覺 GL戰隊每個人單跳都跟鬼一樣 但是團戰來說搭配或是戰術選擇 就會比較差人一些些的感覺 就是沒有那麼豐富啦 就是還是比較以這個單跳的思維去打的 但是你們看這些喔 LEMAX他們喔 看他們的戰術團戰來說 相當豐富喔 而且實際運用的效果也是非常好 LEMAX這邊已經升到了城堡三 3TC準備開農 不只喔 4 5TC農起來 好城市中心爆掉了 然後這邊村民肯定逃不了 蒙古經濟遭受巨大的打擊 馬彈車火槍兵 火炮 瘋狂追上去 這邊村民想要往左塔喔 馬公眾來拯救一下村民 OK 射速很快 但這個火槍兵竟然有點防禦耶 防禦好高喔 三防都已經補好了 有點防禦還是有差 好 道德繼續壓至朝鮮 朝鮮這邊依舊是 在城堡時代的關係 這邊火炮加上巨頭 繼續壓繼續壓 OKOK 好那VIPER這邊可能會有點難受了 這邊後面喔 還被劍塔繼續鬧 雖然左邊開下城鎮中心 但是要復國還是有點偏困難 隊友也不能給VIPER支援喔 因為給VIPER支援的話 這就異位子喔 他們要放棄其他兩架的這個成長空間喔 跟這個反推的時間點 會再更慢一點 那現在這是一個處於時間賽跑的時間點 不太能喔 再給支援 這裡一定要趕快用推炮加巨頭一直拆喔 才有可能喔 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喔 但我覺得VIPER這邊是 極度劣勢喔 這個要搬回一城不太可能 待會LEMAX這邊5TC農上去喔 192遊俠喔 可能只要在10分鐘左右 就有可能可以出關了 因為蓋子村民實在太多了 但這裡不錯喔 反制了回去一個城鎮中心 但只有一個村民而已喔 對LEMAX來說不是極大的影響 這裡馬公反制了一些圖爾西香兵回去 這邊馬公這裡有分了一隊 上方這邊圍的還不錯耶 哇圖爾西這邊綠色力大功喔 雖然我對這位玩家不守 但他這個實力喔 傳戰真的是有料 好這邊看到道特的火炮 被村民追著打 但是還好圖爾西洛馬 直接承襲 而且遠防超高的遠防漆 對於打韓國的馬戰車 還有這個對護對方的大型艦塔 都有一定的效果 這邊第一時間想要先點掉火炮 洛馬終結掉村民 直接回去反打 已經射在機殼 這個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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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tti 哇… biraz被馬戰車追死啊 好圖爾西過去之後 洛馬扛著馬戰車的傷患 還是解掉這一波 好這邊直接把這個洞盒堵起來 不想讓對方蒙古的馬弓回家 結果蒙古的村民在右邊這塊區域被消滅殆盡 村民處降到只剩下84村 這裡還有一點 還沒到殆盡 好 但是圖爾奇已經在左邊殺了過了 大洛馬成形速度非常快速 遠防超級高 打蒙古突擊或是打蒙古的馬弓效果都是不錯的 因為遠防很高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那麼容易消滅掉 感覺要射超久的 好難受 二級射硬砍 還要砍這麼久 這也是因為沒地龍時代的關係 要這個化學加三級射 才會比較能補齊一下這個傷害 火槍兵加火砲稍微打了回去 這邊想要來支援一下蒙古的馬弓 這邊可以收進去嗎 沒有辦法 這個在邊邊角角 道特城堡沒有辦法支援到 但是這邊殺了過去 城門蓋到一半 但是已經有蓋好了一個城門 所以暫時還是沒有辦法第一時間過去 馬弓效果過來阻止蓋城堡 但是來不及 道特這邊現在要煩惱是 右邊這邊 朝鮮沒有殺完 後方這邊沒有抓到 右邊這邊也沒有辦法 推進進去 所以現在看起來 拜伯他們還是其餘烈士 這個 進攻的時間路線 沒有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如果他們有發現下面這一坨的話 那 拜伯他們這邊可能還會有機會 好 在這邊蒙古轉出了這些 重裝長槍兵 好 這個城堡可以拿下來 這邊大肉麻抓到了一大堆的火砲 很賺 肉麻直接抓掉了 但是拜伯這邊他們打出了 JJ 只能說團戰之鬼就是團戰之鬼 這個 城堡中心提起爆的策略相當成功 即使不是選了波斯跟這個敗戰艇 居然還可以這樣打 這個就是經驗上的不同吧 那我覺得remix 不是remix Villings這邊打的也是很不錯 這邊撤退路線是往下撤退 而不是往上投靠隊友 那這個有好處 即使 道德 發行道的這一群 他還可以繼續拖定時間 讓綠色繼續進攻左邊這邊 如果不是往上打的話 那 remix 這邊也差不多要出關了 5TC 抽名數已經高達125吋 都已經點下地龍時代了 再過個五分鐘左右 遊俠就可以差不多 點下去了 大概一個小時之後 遊俠就可以衝出來 VIPER跟DOT這邊 還有塔套 可能就擋不住192遊俠的威力了 那我覺得DOT這一場來說 表現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那最大的問題 應該是VIPER的 撤退路線吧 可能有點問題 第一時間點 這個村民太多 投資在這邊 可能要先把一些村民 先拉到左邊 就先投靠一下塔套這邊 會比較好 那我覺得VIPER他的想法是 挖穿之後他從後面過去就好 但是 綠色這邊 真的是 意識非常好 直接把VIPER的路給封走 所以VIPER也沒想到這一點 所以才導致了GG 這也是應該VIPER很少打團戰的關係 可能也是很少遇到 對手這麼會玩這張地圖 那我覺得remix他們這個團隊 應該是有特別研究過 這張地圖的細節跟重點是什麼 所以還可以把這麼多的 關鍵喔 答得很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幫我下訂閱 準備讓我們來吧 我們下集說